马太福音25章13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十个童女的比喻是耶稣以天国好像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有聪明的预备了油 于左的没有预备油 等新郎到的时候没有预备油的就来不及买到油 被关在门外了 十三节是整个比喻的中心 没有人知道新郎要来的时间 只有上帝知道 而这新郎就是预表主耶稣 在这个比喻中不是在讲得救与否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把十二节中我不认识你们 就认为是不得救 其实认识的原文可以翻译成 与某某密切相似 与谁有亲近的关系的意思 代表着对某个人有认同有称许 所以我不认识你们是表达出新郎不认可 新郎责别那五个鱼卓的童女的意思 我们也需要常常猛心自问 我的灯里还有油吗 我有没有常常警醒祷告 我的灵里是否常被圣灵充满 可以发出福音的光芒呢 是否可以带领人信耶稣呢 我可以发生了 我可以带领人信耶稣呢 是否可以带领人信耶稣呢 感谢观看